胡仁一消息引爆NBA,450万预千场均18分神社,詹黄,他很像科比,胡仁队是NBA每年自由市场上最受关注的球队之一,最近几年的NBA自由市场上胡仁队一直没有收获,因为球队没有太大的吸引力,很多球迷只能寄希望于几位选秀得来的球员崛起,但是到现在看来没有一笔选秀算是非常成功的, 除了库兹马在上赛季打出亮眼表现之外,其他球员都没有太多的进步,甚至最早选到的兰德尔和拉塞尔都已经离队了,但是今年胡仁队迎来了一个转机,詹默斯在休赛期一开始就加入到了胡仁队,胡仁队接连得到了龙多、麦基、史蒂文森和比斯里几位球员,他们虽然看起来都有自己的缺陷, 但是也都在NBA打出过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,而胡仁队还有心筋空间,也有球员希望加盟到胡仁队,一是因为胡仁队本身的吸引力,而是待在詹默斯身边打球的感觉, 而有媒体表示,尼克阳对于回归胡仁队很有兴趣,他在胡仁队打了四个赛季,有一个赛季还曾交出过场军18分的不足数据,尼克阳其实是一位神经高,但是他在胡仁队的时候,一直有不错的表现,他很喜欢这支球队,在这座球场也总能打出巅峰表现, 而有媒体表示胡仁队慎重考虑,用两年450万的老将底薪签约尼克阳,关键就看尼克阳能不能接受在这份合同,虽然尼克阳和胡仁队都没有正式的声明, 但是看起来尼克阳回归胡仁队,似乎是一个不错的选择,尼克阳平日里和几位NBA一球星的关系都很不错,他跟乔治、杜兰特以及詹姆斯都是好友,早在之前尼克阳第一次加盟胡仁队的时候,詹姆斯就曾夸赞尼克阳很像科比, 而现在尼克阳有机会回到胡仁队,也有希望来詹姆斯身边打球,可能是双方都很期待的事情。